日前平安北京朝阳官方防部消息表示 2021年8月16日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经依法审查 对犯罪嫌疑人吴某凡 以涉嫌强奸罪批准逮捕 吴亦凡被批捕后 整个事件的关键人物都美竹 也在第一时间点赞了官媒的消息 并且直接来到了粉丝群 感谢朝阳公安 感谢所有的网友 而且都美竹清空相关微博 总得迎接新的开始 此外 日前中国演出行业协会防部题为 脱轨的代价一文称 自吴亦凡事件在网络爆发 呈现在公众面前的是一个罔顾法纪 肆意妄为金钱至上随心所欲的明星 作为文艺工作者 以艺术作品 弘扬中国文化的基本职业作用无从谈起 作为公众人物 传递核心价值观的社会职责 置若罔文 作为拥有庞大粉丝群体的顶流 触犯法律底线 造成极其恶劣 难以挽回的社会影响 行业难容 目前 吴亦凡影视 音乐 综艺等相关作品均已下降 其本人已将棘手法律制裁 喜欢就定乐呗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